大家好,我是文卫 昨天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法广 他有一个报道,这个报道 提到法新社前中央编辑部主任 他这名字很长,我就不念了 这个人近日接触和采访到 一位熟悉中国内部情况的女士 并且在法国重点周刊 撰文披露中国各项内部情况和消息 然后他这里面有一句话 就跟这个消息显示 这句话大家听好了 中国仿佛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高压锅 我觉得这个形容是非常准确的 中国目前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现在看整个中国目前的状况 到处都在着火 到处都有建筑物坍塌 然后很多经常会发生一些 就是说非常可怕杀人的事件等等 包括体制内部 去年什么财政部 什么科技部 国防部 包括外交部 好像还包括民政部等等 证监会主席等等 一批人落马 包括火箭军 大量的军官落马 整个体制内也是矛盾重重 道光见影 然后包括经济 股市坍塌 楼市坍塌 大批的失业人员 各个方面都在往下走 就是你看 他形容的真的是很确切 它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一个高压锅 里面的矛盾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就是他处在一个矛盾集体爆发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反正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在这些天 甚至这一两年做视频 基本上都感觉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随着未来 钱越来越少的话 所有的这些矛盾会越来越激烈 越来越激烈 那么高压锅会出一个什么状况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象一下 然后他还讲说行事危机 每个人都感到害怕 不再被信任 金融危机导致在外省地方五分之一的公务员不再领到薪资 在北京没问题 但沿海省份温州问题很严重 四川情况更糟 他就这里面提到了公务员的领不到工资的问题 他说五分之一 我觉得他这里面说的应该是指公务员加上事业编 五分之一 现在就是说还在工作的公务员加上事业编 再加上编之外的这些人 大概一共有3000万左右 这些人 我估计他可能说的也包括这些编之外 也在体制内工作 那么这些人五分之一的话 3000万左右五分之一的话 就在60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规模 当然跑去可能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可能好一些 但总之这个人群的数量是很大的 但我这么说 可能有人觉得还怎么会这么多吗 大家想一想 就这些年 比如说就是清洁工 包括公交车司机 等等这样的消息 包括一些老师 除了抗议示威 罢工 讨亲的消息 真是不绝一碗 到处都是 然后还有很多公务员 什么让他们自己去借钱发工资 等等这样的消息太多了 然后等等 这样的消息 包括甚至连警察都出现了 发不出工资的这个情况 而且这个情况一定会愈演愈烈 现在是这样 就是中共需要这些人 帮他维持整个中共的统治 但是现在没有这么多钱了 怎么办 这个事情 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以后情况一定会越来越糟 不信大家就看 然后他这里面还提到说 公立医院的情况也很严重 医生的工资很低 在上海一些医生 每月的收入 大概也就不到1000块人民币 但这个消息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能不能达到这么严重 有可能是有一些 不是特别大的医院 公立医院的情况 有可能是很糟糕 但是他们这些医生 可能有些其他的灰色手指 咱就不提了 然后他说这是一个荒谬 而且不值得的数字 原因是一样的 省库里没有钱了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然后他还说这个 还说什么呢 说从副部长到各级高级领导的子女 要么已离开中国 要么正准备离开中国 许多高官的子女 许多高官的子女 继红二代加个王子 已失去了信息 那些运用大量资金的人 不再将其存入银行 因为他们对银行也失去了信息 这个就是我们能看到这种趋势 大量的红二代 什么官二代 富二代 就像蚂蚁搬家一样 大规模的在逃离中国 这确实是一个现实 大规模的扯的 因为他们确实内心感觉到 非常的不安 前段时间传出一个消息 就习近平让红二代家族交钱 把他们资产的三分之一上交 就这样的消息 这个消息 有人说空穴来风 有人说觉得这个消息 确实没有根据 但是我总是感觉 到了这个阶段了 因为老百姓已经没有钱了 老百姓已经没有钱了 你说这个韭菜根都已经挖没了 这个人矿炸的也差不多了 对不对 老百姓哪有什么钱呢 那你再弄的话 明企业家估计也都被弄得差不多了 那就是这些官员 你打土豪分田地就是看这些官员 是吧 就是习近平你玩不下去了 政权都要维持不下去了 对不对 然后这些官员 红二代 公二代还是在那 就是说 赚的盆满不满的 每天山沾海味 习近平能让他们就这样下去吗 肯定会对他们动手的 所以说这些官员 富二代赶紧往处走吧 能拿出去的资金 赶紧往处拿 就是这么一种心态 包括他们对银行都实际信心 这确实是啊 银行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 大家都看到了 对不对 中小银行就不用提了 出现大量的亏空 包括大银行现在都出现很多问题 就那个所谓的特殊债融资债券 对吧 那就是把银行的钱往处搬 他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事情 很多事情 他就是很现实 其实是跟我们家里 过日子是一样的 对吧 就需要钱 但是就没有钱 怎么办呢 对不对 你说你有一个小金库 那你才想办法 像中共这种 非常邪恶的 他就会把这钱拿出来 就这么一个逻辑 你知道吗 所以说 这个也 大家也能够看到 对吧 不仅仅是这些红二代 富二代 官二代 就普通老百姓 哪怕是一些中产 能走赶紧走 像走线的很多人 不都是看清楚了吗 对不对 在中国社会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以后 对吧 但是虽然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 但是他知道什么呢 这事情肯定是负面的 肯定会对自己 或者对家人造成一些 就是说非常大的伤害 然后这里面 这些人说了 他说 没有人知道事态 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因为我们在 这个街道的清洁工 出租车司机 以及权力最高层中 都看到了这种现象 这种沮丧 至少是30年来 从未有过的 确实是这样 大家都不知道 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但是我这么要强调 虽然不知道 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但是大家都知道 会朝着这个 就是说不好的方向 对吧 就像你四周都是悬崖 虽然不知道 会从哪个地方 掉到悬崖里面去 但是他 大家知道一点 就是肯定 会掉到悬崖里面去 要是还是目前这个状况的话 还是习近平加速 还是中共统治的话 他就是这个样子 谁都心里都不安 包括习近平本人 他都不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对吧 他都不知道 我这个政权 明天会不会垮台 是不是因为哪个 蝴蝶的翅膀 或者哪个事情 导致一连串的反应 我这政权就垮了 所以他现在就是 战战兢兢的 风声鹤唳草木疾病 你看习近平推出的 很多政策 对吧 自己人开个团拜会 还得安排一大堆保镖 这就是习近平目前的 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所有的人都是一样 然后这个人还说 他说针对习近平的批评 比比皆是 这就不用我多说了 大家也能不能感受到 然后他说 我听说一些高级财政官员说 有必要宣布国家破产 目前实际GDP增速低3% 与2023年官方数字 5.2%相去甚远 实际上已经回到了 20世纪60年代文革时代的水平 这里面他提到了一个概念 就是国家破产 这个概念 确实现在整个中国的 这个债务水平太高了 还是那句话 习近平自己可能都不清楚 各地政府也不知道 中国的债务到底是多少 对吧 明的暗的对不对 包括这个显性隐性债务 加在一起 那简直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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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整个这个国家 不仅仅是这些负债 包括在环境 包括等等资源方面的 这种浪费枯竭等等 这国家其实早就已经破产了 只不过政府还在扛 中共还在挺着 是吧 当然随着整个政府的最终的破产 那么整个中共也就基本上破产了 中共也就垮了 习近平的权力也就完了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整体上 目前习近平还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能够去维持 对吧 维持它的权力 维持中共的这个权力 对吧 维持整个这个高压锅 虽然压力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随之都有可能爆炸 但是也让它停一天 是一天 目前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整体这一集就说这么多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